安安呀 你能来帮我呀 我真是太感谢了 我真不知道 现在的年轻人喜欢什么 你说楼渊这臭小子啊 他跟恩恩他们俩好了 也不告诉我 俩人偷偷摸摸的 害得我呀 把你跟他乱点阴阳谱 瞎牵这红线 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没事 阿姨 能为他们俩的 订会仪式出点力 我也挺高兴的 而且你的那些话 一听就是开玩笑 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行行行 你要这么说呀 我心里就踏实了 那我先跟他们 去核对一下流程 好好好 您好 您好 这边请 好 阿姨 我给您 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这边呢 伴手里都是 一桌是十一个人 那我们就留六排吧 其他桌子都撤掉 好的 还有这些新话 都给我尽量弄多一点 好的 主持人的流程 都核对完了吗 已经核对过了 到时候不要出什么差错 尤其是订婚戒指 上的时机一定要准确 好的 对对对 那没有什么别的问题了 这个新娘也太漂亮了 细致也好 婆媳关系还这么好 听说新郎还是个总裁 好像霸总小说 招进了现实 你可太信心了 真是谢谢啊 没事 帮 阿姨 不好意思啊 我们来晚了 你们参巴这么忙 这个都交给我 今天啊 主要是安安 帮着操办的 谢谢啊 辛苦了 没事 那既然娄总和恩恩都到了 我就先去参巴那边盯着了 阿姨 好好好 辛苦你了啊 怎么样 看看喜不喜欢 喜欢 到时候 这个你喜欢什么颜色 我就让他们打成什么颜色的 都是水晶灯 看看 来 我带你看看 看来 看来 厉总 这个看板怎么还没装好 快来 太好了 厉总 好 这个材料是我们之前订的吗 为什么和图纸上的不一样 还有这个灯 都怎么回事啊 之前说好了不会当入进度的 现在是在干吗 你们干个活这么拖辣 怎么接下来这一袋 自己心里不知道吗 你这话你 到底怎么回事啊 在工地的时候 厉总催得急 老柯帮忙的时候 一着急就掉下来了 老柯帮什么忙啊 什么情况啊 你们接下来工程队的工作 谁负责 不能因为一个人受伤就停工 耽误进度 我可是要追责的 你 厉总 你先回工地吧 这里你也帮不上什么忙 医生 怎么样 怎么样 医生 你们别着急 手术很成功 但是患者脱骨遭到重心 暗在昏迷 需要休息 已经转送到家务病棚了 拜托医生 谢谢你 你们神区交一下费 这是单子 给我吧 好 谢谢 你 你跟我来一下 费用太多了 我怕我卡上的钱不够 你带了吗 这些你先拿着 剩下我再想办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什么时候来的 处理完那边的公司 我们就过来了 看你这么累 没人心管你还行 餐吧 还能开业吗 这刚醒过来 就开始操心了 不信吗 我找了一批新的工人 那边都已经安排好了 不用担心 累不累啊 不累 没事 娄总 你怎么来了 这味道可谈 可是今天是你们订婚的日子呀 老柯都这样了 我们还怎么订婚啊 我跟家里说一声 我们改个时间 这怎么能改呢 今天是你们订婚的大日子 并且这早就已经订好的 你们的亲戚朋友 估计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 而且医生已经说了 老柯已经度过了危险期 已经平稳了 放心吧 赶紧走 这边有我呢 快快快 可是 这边有我呢 别可是了 你们还没走 你看 胖胖也在这儿了 你们放心了吧